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诚勿扰》 我们今天带来的熊猫的灵魂 在这儿另一期修正版的实况 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批老骁对RP的小小 看双方精彩对决 老骁练娜开局暴走 好家伙 后后变出RP的生龙 nice 那这局呢 老骁是三问 小小是一组两问 双方抢三比赛 全阵火花直接带走 那戏呢 那看下一回合 来得很好啊 老骁依旧是那么疯狂 对吧 只要随机到莲娜 直接开局暴走 不跟你嘻嘻哈哈 看一下小小这边 二发出场的发神 来 空中跳进角 确认一波 这波我是发出的圆5C 但是没有被确认 可以的 好家伙老骁这手 莲娜要穿三吧 这一局 又打一个 这即使是发神呢 也是顶不住 暴走莲娜 除非她自己也暴走 对吧 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 那看一下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比例 远端确认 但是这一套BC连不上 跳CD打中以后 直接暴走 罗伊比走开 对手的下次来一波 走 空中威斯进去 落地直接抓C头 神感抓 再来一个没开二度 好家伙 这莲娜已经彻底疯狂 比分1比0 那看下一局吧 看一下小小这局 可以的 又随机到比例 运气非常好 看一下这局 手法可以得是对草屁精 来吧 这手分极 看一下 好家伙老骁开局 直接速攻 找到机会 双龙循环版边 但这套连段伤害呢 还可以接受 一套残两套死 还是很客观的 这一套 神小草这边 可以修隐藏了 这手罗伊比好的 双龙直接BC 灯龙利铁循环 版边击飞 Mix大蛇双火有了 但是还是带不走 怎么说 好下火这手 哎哟 反正小小应该是 想修隐藏 但是老骁起身 察觉到了 对吧 双龙直接破掉 你的任何动作 然后再来一波 隐藏反秀 想秀对手呢 当然要做好 被对手秀的准备 没错 看一下这局 无法出场的比利 小草这边 把最弱的角色 放在最后手底的位置 但是这一局 有点崩哦 没错 小草很明显 想通过前两个角色 的人物强度 去打出人数差 但是 很明显没有如常所愿 这一手 比利虽然说 终于拿下这个K' 但自己的血量 掉的太多了 看一下老骁这边 日发出场的中战 张龙BZ 强行开起来 连续AB闪身 哎呦 AB 好的 显得打一跳 落地 直接下一点乱动 哎呦 感觉小小彻底 被打懵了呀 老骁打的也是真的好 对吧 就两个自信 啊 直接弹一跳 到你脸上 这个弹一跳呢 对吧 刚才小小可以选择 前前尊当 也可以选择架招 或者说 甚至 对吧 直接原地小跳 都能躲开啊 但是 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呢 因为小小想不通啊 为什么老骁 赶出这种大跳啊 因为有很大的风险 对吧 老骁 算准了你这一下 对吧 就知道 你不敢动 由于呢 一瞬间呢 就是我采取行动的 最好时机 看一下老骁这边 你最后一个 手底的玛丽 拭目以待 感觉小小这手 真远斩 好家伙 人不可貌相 找他直接裸 要还血的 好吧 老骁表示 不用你还血 我直接缺乏你一套啊 你还血呢 赚得多 来波玛丽玫瑰 看一下版面怎么则 像六位中断 但是被二匹原地小跳躲开 形成一波反制 好吓活 哎呀 看来是我 对吧 狗眼看人低了啊 这边摘老爷子 这个实力 还是非常顶的 来 双方这局赛点争夺战 来吧 微谱推战特瑞 特瑞绿帽托胀带 心中无怪 没错 哎呦 这鞭子女很凶 连续的小跳 C正逆 RP赶紧 AP闪身 躲开正逆 泽 但凡是玩并二的 或者说玩两千的 都懂 这鞭子女这手 你看 就是小跳正逆 非常的凶 连续的下半钟 一点装 带走 活动凿 最直踢 再来隐藏 这也是微谱 最强势的一点 没错 就是小跳正逆 泽的跳C 跳C地高 打低 这个位置 可以的 还是被特瑞 找到机会 特瑞这边 不出意外 应该是时刻 带走对手 波动碎石踢 大过蓝取消碎石踢 波动取消 高鬼分拳 取消碎石踢 波动碎石踢 再来隐藏 哎呦 特瑞也还是猛啊 对吧 他这个高鬼喷拳 这个超杀 可以无限击费对手 可以说是 炒饭达人了 那看一下老肖这边 最后一个 手底的虾儿 哎呦 前前 想抓指定头超杀 直接被二P 关键的切防 没错 大家可能没仔细看 我是看见了 关键一刻 选择蹲起 正好躲开的是一下 带走 穿三没有任何问题 比分一比二 那看下一局吧 小小这边 也是还颜色 用特瑞呢 抱了 比安娜 穿三的仇 哎呦 一P随系到老炉 这 这小这边 老三样啊 没有选择重新随机 还一句卡赛波 怎么说 好的 小跳C 打正落命 哎呀 不得不承认 开自己的这个 跳C的巩固判定 持续加针 还是太夸张的 超杀职业对空 好家伙 小手开启 无规则 那就都别客气了 哎呀 老肖表示 是你先开始的哟 那我这 卢卡尔的无限裸杀 你得能顶住 啊没错 是你先开始的 哎呀 果不其然 小跳C没有 还血的意思 那这场比赛 很明显要变成 无规则了 凯萨波 凯萨波 哎呀 那就是洛威比 可以的 猜战者走路 开比赛以后 小跳B 另向防的很稳 必须打波 连续走 洛威比好的 这手下也点中一套 巨人压杀 本边搬运 小跳B 这个位置难受了 小心啊 还就是洛威比 哎呦 双方都比较喜欢 读洛威比啊 这一局 哎呦 好的摄氏收掉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下老肖这边 二大出场的 雷蒙啊 或者叫罗蒙啊 怎么叫都行 翻译的问题 反正都是英语啊 带走 帅行 那看一下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克里斯克里斯 来吧 哎 挑递高打敌 挑递力下防的很稳 这手有力加持身 老肖算准了 跳C的空中两连击 下一点中 哎呦 大家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对吧 刚才老肖在克里斯起身前 做了一个假动作啊 看似卖一个破绽 对吧 让小小认为 起身能直接确凡这个雷蒙 导致呢 起身被点了啊 哎呦 各种的小细节 各种的心理博弈啊 打的确实很精彩 看一下小小最后一局 金家帆啊 但这局老肖这边 果断赛斯拍头 意料之中 对吧 这赛斯的话 基本都是用来首发的 一小伯大 来下这边 大门 好的 挑递过来 有力加针落地 天地反 空中正好想要先出板 但是这个赛斯的血量 可以的 能不能修一波隐藏 哎呦 小小这边歪打中招啊 本来想占递单点 确认BC的 但是连段没连上 但是还是抓住了啊 好的 天地反 可以的 这个大门 很凶啊 很凶 看似没有张法 但实际上 对吧 无招胜有招 哎 还有 小这边的红丸 好的 这就去反 下招堵空 一套狠揍 但是肯定带不走 还要再折一下 雷光旋 啊 可以的 都一样 都一样 反边择一下 小跳CD乱动 战地乱动 啊 我感觉应该是小小放弃了啊 大门被关到反边 确实基本出不来 因为不允许CD反击嘛 空中跳CD雷刃拳 可以的 双方开局都想进攻 看KDES在反边 哎呦 虾臂战B 哎呦 可惜失误了啊 这种虾臂战BBC以后的 近身 下次也没有连上 怎么说 哎呀 这个罗伊帝是想做什么 好的 原地小跳中腿 对此到对手的前跳 雷光旋 帅气 无愧是老肖的 胡玩啊 哎呀 小小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金家帆 好的 最终还是敌方点中一套 飞到板边 把他跟上一丝血 小小这边的金家帆 怎么说 要修个隐藏吗 哎呦 战地直接点灰针啊 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